還是Ronnie在外面 Ronnie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Ronnie 那今天我的提案是 臉外還懶斷光光耳該怎麼辦 那麼我以前想像說 戰爭的樣態的話 是我們可能都要躲在防風避難所 拿著FM收音機 聽政府說 到底有什麼新的訊息 可是我現在覺得 台灣的網路其實 通訊反道非常非常多 我們有那個第四台的 Cable Model 我們有4G 5G的手機通訊 我們有光世代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網路的走法 所以不一定會說 我們只能聽收音機 我們說不定在戰爭的時候 網路其實還是通暢的 像烏克蘭其實在戰爭時 網路還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問題 台灣有一個跟烏克蘭不一樣的地方是 台灣的連國外網路 全部靠的是14條的海嵐 那海嵐其實 中國有新的話 是有機會把它弄斷的 那雖然唐鳳正一直有在講說 我們要透過低軌衛星的解決方案 就是衛星至少不會被斷 可是衛星的頻寬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們到時候有那個低軌衛星 也不可能給老百姓 讓他自由的看YouTube啊什麼的 我們可能那個低軌衛星會優先 給蔡英文發Twitter 或賴清德發Twitter 不會低軌衛星的 也可能柯文哲或者是那個 對 又回我一號 對所以 就是低軌衛星 不可能讓大家自由使用 那 那個 當然如果我們連國外斷掉的時候 其實以下這些東西 很有可能都完全無法使用 例如說 Select HackND 就是我們的共筆們 我們都看不到了 然後Select HackFolder都看不到了 然後Line啊 YouTube通訊 Facebook IG Twitter 然後Google Map這些 Gmail Google Meet這些 都沒辦法使用 那麼 我在上一次 HackerStone的時候 我就做了一個 暫時網路模擬器 就是說 你裝了這模擬器之後 只要你在使用的網路服務 有用到任何到國外的環節 你就無法使用 所以例如說 你裝了這模擬器 它是一個DNS Server 然後你自己本機跑起來後 只要它有連到美國 連到日本 那你這個服務會不能用 那我會告訴你說 是哪一個Domain造成的 那所以當時我就有檢測了一些 例如說像 7W.gov.tw 跟Moda.gov.tw 因為他們都用Cloud Flare 所以沒辦法使用 然後新聞類的話 LTN跟China Tice 它的伺服器都放國外 所以看不到 那UDN它可以看得到 但是它圖片放國外 所以它圖片看不到 但是內容都看得到 那之類的 那防空命態所資訊 因為它都用Google Map 來展示地圖 所以到時候這個發生戰爭 連外斷了 我們其實看不到 防空命態所在哪裡 那所以今天想做什麼呢 今天想做的事情是 就是盤點一下 到底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哪些東西是重要的 那這些重要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 最近就趕快把它 先做到本土化 就是說 至少當國外全團的時候 我們國內都還有替代的 可以看到 例如說防空命態所 例如說一些急救資訊 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能不能把 GNV的HackMD做一份靜態的備份 讓真的發生戰爭時 至少我們這些東西 HackMD上的東西都看得到 那我們就可以多把一些 防空命態知識 資訊都放在HackMD上面 然後再來是我們能不能 號召一些學術網路 因為其實台灣的學術網路 算蠻健全的 各大學都有資訊中心 那我們可以把東西 分散在各學術網路 各大學中 那這樣子有分散 那至少不會因為 單一經典破壞 就不能用 對所以這是今天要做的事情 那順便再工商一下 下禮拜四晚上OCF在 摩世公廊有辦一個 那個網路任性的討論會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下禮拜四可以參加 謝謝